介绍一下 我是在银行工作 前段时间刚刚回过 这段时间还在适应和调整 不在他种人类精英 什么高精尖女性没见过 有Keep Real 没准来能够另一匹新进成功性 他注意力呢 我俩根本就不是运路人 自信 你错过的不只是一次生日求婚 还有我们的未来 今年的恋情 才是我做过最对的选择 干嘛呢 干嘛呢 快去摇摆一下 叶恒 我也喜欢独角牛吧 我这看来怎么像是 替他解围啊 你说你喜欢的 我给你代表 哦 前面还想过 我是不是一直爱着他 但是我一直介怀的 应该是 他不打招呼 就离开 每个地方都没有婚姻关系 我给你 周围 我说 我说 你怎么办 我还看不清资源和忍耐 远远比勤奋更重要 之前的时候听到了一个说法 说下雨 是大自然的烟花 雨水滴答声 是烟花的暴力 那几面 真是全方位无死角 把我这失败的人生 展示了一遍 印象里面的那个头角 不会轻言放弃 你在用激将法吗 太老土了吧 但效果确实管用 不是吗 嗯 求婚 让气欲横着我条件 这条件绝对属于 运不亏的 而且我虽然能不能接触手法 但每次感觉相复 我觉得挺心安忍 如果真的不如他 不忍耐一点 累了以后 有个人在家里的态度 然而一起看着电影 遇到棘手的工作 可以回向上脑下队 一起吐槽工作和领导 是 只要勇敢地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说不定就有正确答案了 对 继续好 我想好了 我们结婚吧 明天就去理事 要不然以后啊 好好相处啊 知道怎么疼老婆 哪儿 你得细心 嗯啊 小宁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你得记住了 嗯 嗯 好头腔 嗯 我这家 好水 好水 你要 好水 冰水 用不照照顾的 伤美点上 wed settle 我脖子上就划痕 送你用女朋友来 我们两个 之前不是在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 我觉得还是低点点 比较好 今天大家都认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 在一起的事情有点突然 我还没有想好 怎么跟他们说 你说 你再给我点时间 没差点睡觉的 我们俩这种无关系呢 就是一定要时刻保持主体 以后呢更需要 进中场 走 你们家季先生 为了你英雄就没用挡刀的 还不赶紧回去照顾一下他 你弄了皮卡肉败怎么办啊 没有比我保在你上墙 大男人受了伤没什么 好 先明白吧 嗯 好 你回忆是不是平常 很明白啊 还要是若你生气了 你就告诉他 比自己白在心里 我今天算是赢了 我对你 我根本一点都不了解 你 我 我觉得我们情绪也激动 都见不见不见 见不说 回来 对不他俩了 他真是啊 怎么像吵架了 对了 你跟剧很 很好吧 我妈说呢 这婚姻呢 就是把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放到一个屋子里面 然后相互磨合 我们俩都已经奔着结婚去了 我决定要重新好好认识他 了解他 争取快点度过这个磨合期 咱们听着不太对 既然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那你们得恋爱 对 知根知底的 大家放机 来 大家看一下这份 发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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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怎么了 就应该清楚地说 我以为是他送的 就不会弄得这么尴尬了 不私信的事 我要尽快说明白 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小丽啊 当初的事情 是我做的不太 对不起 再给我一次结婚好不好 我确实没了 我就知道 我们在一起 有这种青年吗 想你们去怎么办 我还想要 我真的不想放你 之前都说 我给你报信啊 但 我真的不想放你 我还想要 我真的不想放你 还说的话 你别忘在心上 小丽啊 你也算平安 你还不想放你 能不能再让自己 尽管 你还不想放你 i know you